台上无大小 台下立规矩 前几日德云社月云鹏空降小剧场 跟徒弟上小菊和刘小婷的合作 可以说是让许多观众惊喜不已 带上捧根的月云鹏虽然行动不便 但即兴创作出来的包袱 更是让粉丝们开怀大笑 而作为师傅的月云鹏 带上捧徒弟也让许多人看到 月门师徒之间的情谊 看到月云鹏跟同门师兄弟同台演出 作为徒弟的徐小竹也不甘落后 但他并没有霍霍师傅 而是选择了师叔下手 众所周知 徐小竹如今没有登台演出 而是作为月云鹏的助理 虽然不登台演出 但徐小竹的包袱却是层出不穷 要知道徐小竹的辟图可以说是一绝 当月云鹏让徐小竹做一张牛年的宣传图时 徐小竹直接把小月月当成了一头牛 填的每一个位置都能对上号 而中秋节的宣传视频直接配文 15的月亮16元来赏月 不愧是15连嫦娥的脸都是圆的 跟月饼似的 让大家都开了眼界 许多网友也调侃这样的小月月居然很好看 而这一次徐小竹并没有辟图 12月16日 德云社月云鹏的三徒弟徐小竹 晒了一张聊天截图 并直呼师叔顿悟了 看完徐小竹与师叔 鸡霄同的聊天内容后 有网友表示 徐小竹不霍霍师傅 开始霍霍师叔了 还是那么的调皮 那么的有趣 聊天截图中 徐小竹上来先叫了一句鸡哥哥 看到鸡霄同秒回之后 徐小竹非常认真的表示 问你一件事情 随后徐小竹发了几张人面部的简笔画 一边发一边解释 这个是他鼻 这个是直鼻 这个是朝天鼻 这个是阴沟鼻 你是啥鼻 看到徐小竹这么认真 鸡霄同表示 我也不知道 随后便没音了 对此有网友表示 估计鸡霄同正在后台 询问师兄弟 自己是啥鼻呢 过了一个半小时 鸡霄同非常恼怒地回复了一句 我是你爹 并配上了一个发怒的表情 不少网友表示 鸡霄同顿悟的有点慢啊 看到师叔鸡霄同如此 徐小竹开心地像个小孩 不仅截图保存 还晒了出来 直呼他顿悟了 不得不说 岳门的徒弟教育的好 也看出了徐小竹 在铺垫和抖包袱上的成熟 但也有不少网友 看热闹不怕事儿大 让徐小竹跟岳云鹏抖这个包袱 估计抖完包袱也就逐出师门了 当然也有许多网友反对这类包袱 毕竟鸡霄同是徐小竹的师叔 而这类包袱有着明显的侮辱性 但也有网友表示虽然辈分差 但这年龄没差多少 而且从徐小竹的称呼上也能看出来 私下里跟鸡霄同还是兄弟相称 关系非常不错 所以开个玩笑无伤大牙 并没有必要上升到其他高度 就像孟贺堂还在干爹于谦的视频中 评论于谦老不正经呢 只能证明他们关系好 并不是不尊重 不得不说如今岳云鹏的三个徒弟都非常优秀 刘晓婷和尚小菊都在对中攒底 而很多网友也呼吁徐小竹能够早日的回归舞台 在舞台上好好霍霍师傅 看到徐小竹不霍霍师傅开始霍霍师叔 有网友也感慨了一句 徐小竹开始变乖了 知道对师傅好点了 毕竟自己如果回归到舞台后 还是需要师傅多多指导 需要师傅的力捧和关爱的